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给了应小威将近1000万的公关费 你应小威是不是威京集团在台北市政府或台北市议会的大言人 检调现在抓的是哪一条 跟应小威跟威京跟市府都有关系的是哪一条事情 那个是便当会 他现在被逮起来都是在便当会那个名单上的人 副秘书长以上很多人都有碰到过这个案子 所以这些人通通可能会有事 从彭正森放出来或是到议会里面 在那个之前放出来说柯P签的那个文 就是叫他签了什么公斩的那个最后签字的那个文 公斩那个文 他就不签他就要给柯P签 那意思是什么 他就说那上面有一句话 那个什么准用什么东西 这个事情不行 那个会出事会有徒利 从那个时候他就告诉大家说 出事的时候我一定会自保 你不要来找我 我一定会把你供出来 简单来讲这件事情有没有解套的方法 当然有啊 怎么会没有 我随便举一个例子 如果真要努力要解决这个事情 你先在市政会议里面 通过三种 就是他给进化成那个融机奖励 说这三种东西我是可以给融机奖励的 市政会议也是几乎包山包海 有什么特殊稀奇古怪的案子 什么钱啊什么东西 市政会议行政院院会 这种东西就是用来决定 这种稀奇古怪的事情啊 你可不可以做 可以啊 你先过了这个程序 再送议会或送中央 然后再怎样 你稍微走一下 这个事情还是可以过啊 但是就没有人要去走这个程序了 因为可能这些事情 拿到市政会议上也过不了啊 对不对 所以他们就蒙着头蛮干 可那为什么要硬着头皮去堵这一条 动机 我就纯粹是 金华城就应该给我干那么高 你相信吗 不相信吗 剪掉也不相信吗 所以剪掉其实花了很久的时间 大家已经炒了 金华城其实炒了半年一年了 好 那么剪掉为什么不动手 因为没有找到金流啊 现在终于找到一个可能的破口 金流破口 叫做木可 眼睛亮了 那个账有问题 显然是太多钱的血洗不掉 那个账到底在哪边 是怎么个流法 所以现在开始把这几个大咖全部逮起来以后 那我觉得科皮应该也跑不掉